明報 《工業蓬勃背後日無疫略資源》 2015年7月26日專題A10 長春市現於內地只是個二線甚至三線城市 但在1930-1940年代,長春曾是亞洲最先進的城市之一 當時,長春是全亞洲首個全面普及秋水馬桶的城市 首個十建主幹導電線入地的城市 也是首個全面普及管道煤氣的城市 滿洲國所在的東北更是中國工業重鎮 1949年前,其工業產值佔全國80%以上 首都長春當年亞洲先鋒實際上 在奉系軍閥將作臨統治時期 就增致力於東北的工業化 滿洲國建立後,建設加速推進 建立了當時亞洲較原備、先進的工業體系 當年,滿洲國建立的包括鐵道運輸、航空、航海、鋼鐵、煤炭、汽車製造和軍工等部門 遠遠領先中國其他地區 不過,在日本俱行日滿一體政策下 滿洲國工業體系完全服務於日本的產業政策 吉林社科院研究員王欣長說 毅滿洲國的工業發展 時建立在日本對中國東北資源大使 略奪與大量使用中國勞工的基礎上的 無論是修建鐵路、滑煤還是修建軍事工程 動輒以十萬計的勞工都是被無償無益 糧產上繳吃大米也時最早在九一八市變前 增多次擔任中國領事的松江洋又就增大力鼓吹滿蒙視日本的生命線 滿洲國建立後、東北的煤炭、鐵礦石、木材等各種資源 開始源源不斷運往日本 依照關東軍的要求 滿洲國每年必須向日本提供一千萬噸以上糧食 由於糧產不足,毅滿當局規定國民不允許運輸 食用大米、百面、旺慶祥稱 在當時,如果國民被發現食用大米、百面 會按經濟犯治罪 與日軍在熱關內大使殺戮不同 滿洲國作為日本的殖民地 日軍在東北對當地居民的殺戮 較關內其他相對程度較輕 日軍並沒有像關內哪樣進行三光政策 燒光、殺光、搶光、旺慶祥說 日本已經將東北作為殖民地經營 不希望引發更大的反抗 而當時東北的抗日力量東北抗日聯軍 已經向北撤退入蘇聯 日軍在東北並未遭遇到大規模的抵抗 無法教育推日與向日天王谷宮皇憲長說 在經濟上,日本將藝滿洲國變成了戰略資源基地 在教育上則是推行無法教育 居現年以88歲的張金仙對本報益術 他父親張屋胡氏生於1906年年的浙江人 在滿洲國建立前 隨其門門與闖關東的浪潮到東北京鄉 滿洲國建立後 將金仙以上小學 在學校 退行日語及漢語相語教育 學生每天都要向康德皇帝 普兒的畫像行禮 將回憶稱 每逢重大節日 全體師生都要向日本天王和康德皇帝局恭敬禮 並高夫天王陛下萬歲 皇帝陛下萬歲 可見在滿洲國鼓吹五族共和 皇道樂土的背後 居住在東北的中國人 實際上淪為生活在殖民地的二等居民